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说别的啊 反正我呢是看上这辆车的外观了 复古 精致 亮 这足够我爱上它了 好了 既然测评吧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车的包装 待会呢我正式把它拿出来 我们再看这个车 这个包装呢就是跟正常的飞风斯其他的车的一个套路 纸套加APP 然后纸套上有一些这个车的尺寸参数 然后一些它的特点 然后里面呢依然呢是这个APP的泡沫箱 这种泡沫箱啊就很方便带这种车出去玩 因为这个边上它的外观件都很精细 拿这个泡沫箱一装 可以很好的对它保护 好码嘛配好安 然后呢这个包装箱 这个车我已经拿出来了啊 然后这个遥控器呢它当时是在这个包装箱的上面 应该是应该这样放的一个状态 充电器 小工具和一块跟其他车一样的 2S380毫安时的锂电池 好了 那我要好好的聊聊这个车了 为啥呢 因为它竟然是一个皮卡 要知道在我国这种啊对皮卡人之路不高的地方 竟然有模型厂家做皮卡的车模 这个确实很稀有 既然玩仿真模型吧 就不只是把它当玩具玩了 我更喜欢的是玩它的文化 玩它的历史 那么这辆车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把膜给它撕掉 那先说说皮卡 这皮卡呢不仅是一类车了 它呢已经发展成了皮卡文化 这个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啊 皮卡车呢 这种皮卡 它主要是美国农场主的家用间干活的一种工具 到了50年代到80年代呢 皮卡呢 它被设计得更加的舒服 外观也非常硬朗 这个呢 就是那个时间段的车 然后到了90年代呢 劳动者呢 享受过了舒适驾乘感受之后啊 开始追求更高一层的精神世界了 那么这个时候皮卡呢 就逐渐开始往玩具车的方向发展了 也就是现在我们经常见到的那种 越野皮卡 这辆菲摩斯的雪佛兰K10呢 是仿照1974年款的雪佛兰K10制作的一辆车 这个车呢 是1973到1991年的第三代雪佛兰CK皮卡车 这个C代表两驱 这个的K呢 代表的是四驱 所以这个K10呢 就是四驱版的 那10呢 这个CK车啊 它一共有三种 10 20和30 它分别代表了它的载重能力 然后10呢 它是载重能力半吨 然后四分之三吨呢 它是20 然后一吨呢 它是30 所以这辆车啊 它是1974年的K10 则是四驱载重半吨的雪佛兰第三代皮卡车了 怎么样 这一下子就知道你手上的这个K10来历了吧 而且这个车呢 现在还有很多二手车在卖 有机会在美国买车的朋友啊 可以去看看 这个车呢 现在只卖一两万美金 好了 我们回到这个模型吧 首先它的亮点 哇 这个太亮了 然后太亮了 还有这儿 哇 还有这个 还有后杠 哇 太亮了 这个全是电镀的 前杠 近期隔山 水箱中网嘛 然后反光镜 轮毂 我天 全是电镀的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 哎 哎 哎 这个直角和这个红白的配色啊 很有美式乡村的味道 然后这个车壳呢 它依然是硬壳的 表面呢 非常的平整 然后喷漆呢 也非常均匀 这个不像赤兔似的 它跟这个LC80是一样的工艺 都是喷漆的 而且喷漆的工艺呢 非常的均匀 然后我们看看前面 两个圆圆大灯 镶嵌在一个正方形的这个槽里头 然后所有的地方都是基本上都是方的 然后横平竖直的这个中网 然后还有锯长 哎 从这看啊 锯长 而且很直 很简单的腰线 再加上四个扁平比很高的轮胎 哎 然后呢 还有这个车轮 轮距比这个车 车体要窄 这一下子呢 就非常复古了 非常的上世纪的感觉 然后我们看看那些细节件啊 先看这 这个呢 雪佛兰的车标 哎 这样可以看出啊 这是一个正版车模 呃 经过了雪佛兰原厂授权的 然后这还有雨刷 小雨刷 然后侧面呢 小门把手 呃 然后这些 就是小的细节 呃 这个都都有 都体现出来了 然后还有这个雪佛兰这个字 浮雕在上面的 然后哎 还有一个小脚垫 可以把这个尾箱打开 比如说拉这些长点的东西 哎 就刚好把这个尾门给它放倒 好 然后呢 这个车呢 不只是有外观 它还有这个内饰 内饰 它是一个就跟真车一样嘛 是一个长排的座椅 里面有方向盘 还有这个手套箱 呃 仪表盘中控什么的 这跟真车的结构呢 非常非常的像 很精致 但是这可是几百块钱的小攀爬车啊 这样的细节我是非常非常的满意了 然后我们看看它的底盘结构 这个底盘结构呢 跟其他车并不是特别一样 首先它的轴距非常的长 这个皮卡啊 它本身就这样嘛 这是LC80的 好像比它长了一大圈 这个车感觉也是 整个1比18车里面最大个的 虽然都是前后直桥啊 但是这个比较有特点 这个它的后避震 这弹簧是斜着冲前的 这个更仿真了 然后呢 我们看看它的参数 这个车的它的轴距啊 长是196毫米 比赤兔的162和LC的155都要长了不少 它的接近角呢 58度 这个角度还是比较大的 就跟这些都差不多 但是呢 这个皮卡嘛 它毕竟是皮卡嘛 屁股大呀 所以它的离去角就比较小了 你看只有厂家给的数据是34.5度 所以把它定位成一个 诶 哦 这的还有本说明书呢啊 所以把它定位成一个仿震的模型车嘛 呃 这东西就别出门了 这个简单玩玩试试就好了 这主要是太漂亮了 喷漆的啊 这都是 哇 然后再加上这个电镀 要是稍微蹭蹭滑一滑的 心疼死了 好 然后我们看看这遥控器 这遥控器呢 也和 哎 这个是和哪款车模的有点像啊 我忘了 反正里面 哦 想起来了 1比12的威利斯 跟那个的车的遥控器是一样的 嗯 也是有什么AB模式 然后这一大堆什么攀爬模式 什么通道4 通道6 差不多啊 然后侧面一个小按键 然后油门手柄转向轮 然后它这个电池呢是装在前面 但是 但是这个有点奇怪啊 就是就是这个机器盖子有点 然后不是特别好关 你看打开了之后 它会 它会搁一下这个雨刷器 然后往回摁的时候呢 还要往那个方向顶着点才能把它顺利的摁下去 行了 管上那么多呢 反正这个车是最漂亮的 我们电池给它插上先玩两圈 嗯 然后它这里面呢也是有一个小开关的 在这块 能看见吗 所以这个电池插上去之后 可以通过开关给它打开或者关闭 打开 然后你看这个盖确实有点不太好盖 然后盖上 擦的时候可要注意 要不然上面已经开始有小划痕了 我的天哪 这可是我的新车呀 好了 这个灯已经亮了 但这灯怎么这么闪呢 跟那个1比12的维利森是差不多的 要把这个开关拨到B 然后按这个LED键 就是调我们这个车的灯的模式了 进光灯 远光灯 双闪 然后全关 嗯 这是什么 这也是 啊 攀爬模式 这个CH5 攀爬模式按上之后呢 它就有一个拖刹了 不过这种 这种持比的四驱的车啊 它本身这个拖刹的力量就已经很大了 所以不需要 就不需要再从电子上给它去怎么着了 然后我们简单的跑两圈试试 嗯 首先这个轴距长了之后啊 确实是转向 转而半径非常非常的大 这特别难转过来 真的是感觉 跑着都感觉比这些车要大好多 嗯 然后过一些小障碍吧 我觉得这个对它来说应该都非常非常的简单 这个长轴距呃 就是更容易脱底了 但这个对它来说都算是轻轻松松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我们玩玩这个搓板路 走 这个车感觉它的就是不像那些LC80啊 赤兔什么的 我去 脱底了 那些似的 那种更加越野 这个还 毕竟它还是一个就是农用车嘛 工具车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坡 这我感觉它可能会 可能会弹住 太长了 果然弹住了 冲过去 这弹子非常彻底 然后爬一爬坡 我觉得这个车它应该能爬的更高 给它垫高一点 再来加一本 算了 都放上吧 首先考验一下它的接近角 好 成功的卡住了 不行 它卡住了 如果要这个角度呢 这也不行 那就少一本书吧 它主要是 哎 这我觉得行 咱们直接搁跟抢试试啊 走 哇 跑歪了 再来一次 我感觉能上去 走 哎 现在 后轮全空了 后杠单着 全靠前轮 再把车拉过来 然后 哎 哇 它上来了 这有点不可思议 这个其实也不是不可思议啊 我们能看出来 这种车呢 它的后面重量轻 这种车呢 它的后面重量重 前面重量轻 所以在角度大的时候呢 它就 不然就翻了 但是这就没事 这好家伙 这刚才这是多少度 这就有45度了吧 肯定得有了 哎 有倒车灯 是吧 没有刹车灯 看见倒车灯了 这个车的转着半径过去 太大了 天呐 有点难 啊 可别翻 这要是翻了就 心疼死 还是下来吧 哎呀 这个太好玩了 我太喜欢了 完了 这些已经不爱了 不喜欢你们了 我就喜欢它了 好了本次雪佛兰K10仿真车的测评呢 就到这了 这样的车呢 估计连斗猫都不会舍得了 一会呢 它就得进展柜了 好了 拜拜 我们期待飞摩斯的新车吧